但是真正的问题 是韩国瑜不是侯友谊的保密 他能够帮助你 只是在辅选过程尽己之力而已 那至于选得上选不上 是不关韩国瑜的事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话 国民党全代会今天早上9点钟 陆陆续续进场准备召开 在召开的时候 侯友谊在门口跟韩国瑜 进行了极为热烈的涌放 韩国瑜他现在就出席723的国民党全代会 韩国瑜之所以出席全代会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南投县长鼠鼠滑脚 如果他不出席的话 别人一定大作文章 韩国瑜不支持侯友谊 侯涵决裂 侯下韩上这种谣言会不绝于耳 就跟正立文讲的一模一样 就是说韩国瑜的初步出席 会影响到这一次全代会的观感 那尤其是所谓挺郭中常委 一定会用这个问题借题发挥 他借题发挥说你看韩国瑜都那个不支持 为什么拨 换侯 把书等 因为他有一连串的政治后遗政 当然这些政治后遗政在全代会之前 我相信朱立伦也好 金普冲也好 黄建廷也好 都已经处理掉 但是就不要沦为对手的一个借口 那韩国瑜 第一个 他祝贺侯友谊 况且坐在第一排 第一排 就是侯友谊旁边等 还有包含 提名的区域立委等 这些他坐在第一排 换句话说 这是从7月1号到7月23号 他们第二度合情 就是说韩国瑜出现在全代会 给侯友谊拥抱 就是代表他认可了侯友谊 那其次 一个是大作文章 那其次是韩国瑜也预料到 全代会 无论是会前会 会后会 或者会中会 这三会 大家一定是用放大镜来解释这件事情 那他在解释的过程当中 你韩国瑜的名字一旦被提起的话 好 不断的被提起的话 那当然 会对侯友谊造成极大的伤害 那韩国瑜就是顾全大局 爱与包容 那这种爱与包容呢 就是希望 让这个谣言 就是终止 因为9点半 国民党就要开始进行授席仪式 那国民党大概是9点到12点 那真正提案的话 大概是在中午左右 中午左右 就是整个流程完了以后 最后看有没有党代表 联署要提临时动议 那现在的提案不多 就是换句话说 现在的全代会 完全是为侯友谊造势 就是来提振国民党的士气 让幻侯把书说 能够完完全全消除掉 那韩国瑜就是顾全大局 他列席 来表达他这是侯友谊的意思 那现在说了回来 是什么因素 非让韩国瑜 出现在全代会的会场 本来7月21号 韩国瑜他要到加拿大去 跟他的小孩 会面会合啊等等啊 这些就是陪小孩在暑假的时候玩又玩 那现在就是严后 严后当然我也说过 这个里面有很多人的努力 但是我们今天把话说回来 韩国瑜纵然出现在全代会 全代会后的问题 那请问究竟是韩国瑜处理 还是国民党党中央他要出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像立法委员王红威已经讲了 用道德绑架 也情绪热索的方式 逼着韩国瑜非要支持侯友谊 这个事大家都已经看在眼里 只是不说而已 我也一再讲 情绪热索也好 道德绑架也好 这毕竟是为国民党的大选 那韩国瑜的大度 在这个地方看得出来 但是这里面有四个 非常严重的后避症 纵然韩国瑜跟侯友谊 他们已经合体 就是代表韩国瑜将担任 拉拉队的队长 那他纵然担任了 拉拉队的队长 那这些韩粉或者其他粉们 怎么看韩国瑜 这个意外的动作 这个是值得国民党考量 那第二个 韩国瑜纵然支持了侯友谊 但是我们现在来看 国民党内部还是严正以待 所谓严正以待呢 他们还是怕 党代表或者中常委 有逆袭之举 弄得上下不安 那最重要的全代会 过去开一天 那现在开什么 一个上午 12点半就结束 换句话说 他把会议时间缩短 就是证明国民党内部 还有事情要发生 只不过在一个庆祝的日子上 大家不愿失破脸而已 所以我讲这一次韩国瑜的出席 为什么国民党会用情绪垃圾 到台绑架的方式 因为我讲过一句话 不团结 假团结总比不团结好 这个关键是在假这个字 就是说这个假团结 是不是真的代表 国民党内部团结 因为毕竟韩国瑜只有一票 他能够支持他 就是代表 他能够救侯友谊的选情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话说了回来 国民党需不需要用这种方式 去绑架或者道德勒索 道德绑架 循序勒索 就是说你非来不可 那从这一点 也可以看得出来 国民党内部的家务事 还没处理完 那第三个 韩国瑜纵然出席了 那未来他要担任什么样的职务 这个是侯友谊 他必须要开口 不是让韩国瑜毛水自荐 那现在他们两个虽然合体了 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 他要的 侯友谊希望他帮忙的究竟是什么 我希望侯友谊能够讲清楚 而不是用韩国瑜对 因为毕竟这个抚选台 抚选台教 这个责任是非常重大 侯友谊就必须要讲清楚 你韩国瑜未来在我抚选团队里面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今天国民党都是必谈这件事情 只要你们合体那就好了 剩下的以后再说 那事实上选举是时间不等人的 那我希望这次全代委会后 侯友谊好好找韩国瑜谈谈 未来在辅选过程中 你所承担的角色 现在就要讲 不讲不行 因为时间一拖 又拖到823 侯友谊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耗 这第三个 那第四个 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时候朱立伦 金服冲跟黄建廷 你们必须要有那个讲话 就是欢迎 欢迎啊 就是说你身为党主席 秘书长还有执行长 你们这三个人好像不讲话 只要合体 你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只要不换猴拔出 所有的事情天下太平 没有那么容易的事 赵少康在拳代会以前 都已经讲了 自己人不要用选票 教训自己人 这句话已经讲得够清楚了 今天国民党 他面对的问题就是 自己人 他非要修理自己人 反而勇于内斗 对于赖清德 自知不理 自知不问 这个不是一个 打选战的正常方式 所以我们可以说 韩国瑜 他绝对不是侯友谊的保姆 侯友谊应该给他任务 但是韩国瑜 我再说一次 侯友谊 韩国瑜绝对不是 侯友谊的保姆 因为有你韩国瑜 当然我们可以象征团结 但是说侯友谊 真要靠韩国瑜要胜选的话 这还要靠自己的努力 所以现在大家都 欢天喜地 你们两个拥抱 我们 我们攜手向前行 但是真正的问题 是韩国瑜不是侯友谊的保姆 他能够帮助你 只是在辅选过程 尽己之力而已 那至于选得上选不上 是不关韩国瑜的事 所以我看全代会 韩国瑜是有一点委屈 他的确被情绪被道德 都绑架了 都被勒索了 但是他能够做到这一步 也算是祝福侯友谊 所以侯友谊要把韩国瑜 视为他当选的保姆 我想侯友谊自己 他必须要考虑清楚 他已经表态了 剩下的路就要看 侯友谊怎么走 不介意 你不出席 我还不出席 他不出席 我还不出席 感谢观看